活跃在社交圈里的连练 翻开家族群列表 长辈们总是出奇的默契 最偏爱的微信头像 几乎都是一朵盛开得下到好处的莲花 还有郑重的配上 知足常乐 笑口常开这些微信名 他们以这种仪式感来告诉身边人 人生在世 烦心事那么多 我真不想去参合 简台词就是 有事没事别来烦我 相较之下 年轻人遇上莲花就显得活不多了 各式的表情包 展现了这群斜杠青年的小九九 一某时就自闭了 没事就想开了 佛系就心平气和 考试前赶紧来一波好运连连 如今专注社交的建联 有一段显为人知的红色往事 在福建三明建宁县 有这么一段 清津表情包市场前 连连们的争容岁月 在建宁县反围角纪念馆里 讲述着一段 关于建联的红色故事 建宁县制中写道 建宁秀山沥水 十里憨淡 岁产共连千金 为五国第一 而到了1931年 何堂早已毁坏荒废 毛主席听闻后 带领着红军战士顶着烈日 和建宁员一起清理起 连堂里的泥沙碎石 他们在池间铺路 引入山泉水 放入鱼苗 不久池塘重新焕发生机 古老的虽江 也顿时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 而百口连堂土清香的佳化 也成为传递红军信息 和鼓舞群众士气的号角 为了培育出产量更大 颗粒更饱满的莲子 三明连科索开展杂交实验 育成第一个高产优质 紫莲新品种 建选17号 有两种更需量法 三明人根据自己的经验 合理稀值 调节圣花期 人工放风 以及烟莲轮座等重要模式 让众莲效益更好 福建三明 建莲的快乐老家 八山一水一分田 建莲的种植规模大 每年种植白莲五万多亩 年产三千多吨 所产白莲 立大色白 新香扑鼻 爱 插上一嘴 那你们知道 怎么辨别莲子的好坏吗 现在市面上 有些商家 为了让莲子更好地卖出去 于是就给他们整容 接下来就教大家 如何简单快速地找出人造莲 一望二问三听 一是望颜色 自然晒干的莲子颜色多带些黄色 二是闻气味 人造莲子缺乏天然的淡香气 有刺鼻气味 三是听声音 莲子越干越好 干的莲子拿在手里揉 声音脆响 就是好莲 就是因为莲子加工难 工序繁琐不说 加工探考时 还会对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才有很多商家 去给这莲子整容 有问题 咱就去解决问题 三明人凭借生活经验 发明了独特的全电智能考莲技术 不仅解决了炭火烤莲的生态污染 莲农还可以通过机器 电烘烤房 轻轻松松地让莲子剥皮和烘干 用智能花的全电烘烤 农民不仅从繁重的烘烤中解放出来 农产品的品质也得到提升 湿地荷花 别样红 福建建宁素有中国建联之香的美誉 剩下时间 全线数万亩荷花蒸奇斗艳 吸引八方游客为何而来 朵朵荷花开 联通致富路 建宁莲农凭着一辈子的众莲经验 洗澡摸黑 一颗颗翠绿甘铁的莲子背后 是建宁人对美好生活的努力和追求 小小一粒莲子 撑起建宁百姓致富奔小康的大梦想 靠的不仅仅是建联的名气 更是三名人勇于改革转型 齐心发展的智慧 以莲为梅 栽下属于敏人的幸福花 和声炸汁们的小康的大梦想